最近Bill Gates是非常紅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我們TED TALK 的時候 他2015年2017年 他說的一件事就是 他說現在對人類有什麼是最大的威脅的呢 他說是一些Virus 是一些細菌 他說細菌的傷害 是比一些核戰還更加有破壞性 但是當時只不過是2015年 以及2017年他說的兩次 但是現在去到2020年 就好像全部體現了Bill Gates 在那個年代說的那些話 是不是很有趣 為什麼你看到 Bill Gates可以洞察到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可以洞察到先機 最近為什麼這麼多人訪問他 他說究竟你怎麼看到這件事 而當你看到的時候 基本上還沒有發生的 是不是很神奇 所以這個Webio Academy 我們會跟大家說 究竟Bill Gates 他怎樣是令到他所認知的世界 是比你快比我快的 他有四點你一定會學習到的 好了 但是你想知道是哪四點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是不是按著右邊的鈴鐺 確保下次我們影片一出 你就會收到 好 究竟哪四點 令到由現在開始的你 我們是可以我們認知這個世界 是快人一步的 究竟是想什麼 為什麼會做到 好, 有四點 第一 他在這個80年代開始 他有一個很大的練習 就是說他一年, 至少兩次 好了, 每次就是他會用一個星期的時間 他會拿著一本書 可以嗎 一本書 就去一些深山地方那裡 那他去那裡做什麼呢 他就去那裡可以靜思一下 還有他想在那裡看看究竟有什麼題目 他有得興趣 做一個很大的研究 沒有其他人要他 沒有其他人要他 他這個項目 做了三十年 這個你有沒有發覺 就是說現在我們在人生那裡 我們很忙碌 很繁忙 現在我們只是 就是 得Input 但是沒有Output 是什麼意思 你幻想一下你每一天 你有沒有發覺 是不停地被社交媒體轟炸你 被很多的噪音轟炸你 被很多旁邊的騷擾轟炸你 令到你沒有辦法可以很集中這樣思考的 Bill Gates80年代已經知道的 所以他就給自己一個叫Think Weak 一年兩次 可以嗎 好 每一次就是大約每六個月左右 帶什麼很簡單 他不帶那麼多電子系統 他帶什麼呢 不耐乎兩種東西 第一種 書 第二種 帶紙帶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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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覺得很神奇 有時候我們覺得不是 我們要有很多資訊 你才可以解釋或者分析到某些東西 不 反而少 聽著 Less is more 他就用這個星期 他分析很多想分析的主題 剛才我們說的就是 為什麼他可以動析到未出現的東西 現在會出現的呢 就是因為他用很多時間來問問題 他看一些對人類歷史是重要的題目 他做了很多研究 所以沒有的是偶然的 那個感覺 那個先知 就是這樣走出來 Think Week 第二種 他也明白 他只是靠自己的一個想法是不夠的 所以他把這個Think Week 這個概念 他直接帶回去Microsoft 整個公司 整個Microsoft 每一年有一個Think Week 即是說他可以集合到很多的同事 做同一樣的事情 就是用一個時間 很集中 沒有滋擾 研究一些他覺得想研究的東西 而這個practice 他在2008年之前 已經開始了 當他是這麼多的staff 是研究一些的情況 我們叫Phenomena 或者是有一些的Illness 什麼都可以的 當那些staff是做了研究之後 那Bill Gates他會怎樣做呢 收回他們的想法 有些什麼建議 有些什麼研究 自己再看看 他的Thoughts 就拿出來 他就可以集合到 除了他自己怎樣看這個世界之外 是他的員工是怎樣看的 有沒有看到某些事情 是大家是不在意 但是在出現或者在發生的 他就集合這麼多人的力量 拿了很多研究回來 第三點 好, 第三點就是 剛才說過 他的Think Week 他會帶什麼 帶書, 是不是? 所以看書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 為什麼他有自己的世界觀 為什麼你會有世界觀 我會有世界觀 除了我們怎樣看這個世界 有什麼好得過? 大家看看 看書 之前我們的Power of Learning 也說過 其實一本好的書 是需要寫幾年的 有什麼好得過? 就是你用 如果用港幣來說 80-200元 可以買到一本人用了幾年的心血 做Research的書 然後你看完裡面 你拿到很多研究 你就不用再出去問太多 一本書就在你面前 Bill Gates當然也知道 對他來說 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書本上學習 好, 當他是看書的時候 他會做什麼? 他不會為看而看 好, 我要盡快看完這本書 翻轉轉轉轉轉轉 好, 看完就放在底 不, 他說這樣看書 是絕對沒有效率的 怎麼看書呢? 第一, 一定要拿記錄 如果你就這樣看, 你不拿記錄 其實等於沒有看一模一樣 但當你看到某點的時候 不是, 這一點我真的可以思考 是, 先抄下來 當你抄下來 你的手一動 現在加上你的眼睛 你再震盪到你的腦 這個意識就會在你的潛式裡面 慢慢就會發酵 抄下來寫下來 好, 接著怎樣? 接著他就會看 究竟這本書所講的內容 可不可以配合我的世界觀? 有沒有衝突? 我怎樣可以把它放在我世界觀上 令到我世界觀 更加可以實正一點 正確一點 行不行呢? 怎樣做呢? 你看到他怎樣看法嗎? 第三點, 有哪一點你是同意的? 不是, 他說到這一點 我完全是認同的 好了, 但是認同這一點 我覺得是不重要的 他亦都覺得不是十分重要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看到有某一點 他是不認同的 是不認同的 那他就要分析了 為什麼這個項目是這樣寫的? 和我有什麼衝突呢? 為什麼這個衝突呢? 衝突在哪裡來呢? 是不是很有趣? 你看到嗎? 你看到那個對話 在一個分析 不是怎麼看書 是你 take notes 怎樣配合你的world view 和有些什麼你agree 和disagree 是不是有一點像 在同一個真人對話呢? 看著 當你看書的時候 記住 和Bill Gates一樣 你不需要所有事情 都agree 同意 那個作者所說的 你絕對有權 是不認同他所說的 而你要知道 那個argument在哪裡 當你有這樣的邏輯來看書 你有沒有覺得 你所看的深度闊度 已經比其他人高了很多 第四點 好了, 剛才你說的看書就是 他現在Bill Gates 有一個習慣就是 每天看一個鐘頭書 聽起來不是很誇張嗎? 但各位朋友 聽著 一天24小時 你只是用二十四分之一的時間 來看書而已 你看到如果Bill Gates一個鐘頭 只是投資下去 他這個腦袋在那裡 他已經可以預測先機 可以做一個這麼大的生意 那我想問大家 每一天你投資一個鐘 你覺得值不值得? 很明顯, 很明顯 很明顯 我們只是說 我們怎樣模特兒 一些成功人的習慣 這個 就是成功人的習慣 所以為什麼 我會有一個 《Power of Learning》的頻道 為什麼我會有一個 《Weber Academy》 因為我做完分析 我跟大家分享 對嗎? 如果我不用時間來做分析 我會怎樣跟你分享 對嗎? 記住就是 當Bill Gates 他在看一本書的時候 為什麼要一個鐘頭 因為他要確保他有足夠時間 你真正理解 have enough time to understand the topic 不是清靜點水 絕對不是 是什麼? 是深入了解 當你看這本書的時候 你問自己 究竟 我對這個 topic 究竟是多少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 有什麼狀況? 你分析不了 你沒有一些 很深入的理據 或者數據 而提供給你 作出某一個決定 或者想法 或者意見 所以為什麼 一定要有時間 令到你很深入這件事 所以你看到 Bill Gates 2015年已經說了 他說現在對人類最大的威脅 已經不是核戰 是什麼? Virus 病毒 就是發生在今時今日 所以他對這個世界很先機 絕對不是偶然 因為他知道 大家也要明白一點 就是歷史是循環來的 他應該是看到這方面 他知道歷史 或者會去到這個位置 人類的發展 或者去到這個位置 所以他當時 作出了一個這樣的假設 但到了今天 證實他是對的 如果你覺得 你也想做到 可以動測到先機 用這四點 由今天開始 好嗎? 希望大家喜歡這集的 Weber Academy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右邊的鈴鐺 下次見